我们来看第四个问题 共同担保 这共同担保呢 前面在我们的引流课程上 我曾经讲过一个小时 这个今天我们充分展开来讲 共同担保呢 大家那个明白什么意思 顾名思义呢 就是为了担保同一个债权的时间 有两个以上的担保方式 这个两个以上的担保方式 具体来讲呢 有这么多类型 有可能是共同人保 假象以公司借钱 一千万 丙丁提供 都是提供保证 也可能是共同物保 对吧 丙丁都提供了抵押资压和留置 甚至贾本人提供的抵押资压 再加上丙丁提供的抵押资压 对吧 就共同物保 也可能混合担保 所以混合担保就是 既有人保也有物保 具体来讲 有三种情况 假象银行借款一千万 有可能 这个都是由丙丁 丙提供人保 我保证 丁提供物保 就这个物保是第三人提供的 也有可能是主债物人提供的 假本人提供的防物抵押 他的好哥们 丙的再提供一个保证 也有可能 什么都有 最齐活的可能就是 既有主债物人物保 又有第三人物保 又有第三人人保 假象一借款一千万 假提供防物抵押 丁的提供一个气色质押 丙的再提供一块保证 大概就 我们逻辑分析呢 可能分为在三大类五种情形 共同人保 共同物保 混合担保 混合担保有分三种 那么其实这是担保的类型 真正有法学上的分类价值的是 我们关键关注的是 这个共同担保人 有没有约定各自的担保份额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你比如说假象银行借款一千万 两个哥们丙丁 人保要物保也好 比如说我承担四百万 丁说我承担六百万 比如说我承担五百万 丁说我承担五百万 比如说我承担七百万 丁说我承担三百万 你无论六十开 五五开 三级开 这就是约定的共同担保 约定的一定是按份的 按了各自的份额承担就完了 那么反言之 如果假象银行借款一千万 丙丁就是提供了两个保证 或两个物保没有约定各自的份额呢 没有约定各自的份额 我当然推定为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你没有约定分额的时候 担保的范围就是全部债权 那丙业就是你单独有义务 对一千万承担 丁也有义务对一千万承担 只有我们所谓的连带共同 所以这共同担保 关键要分为按份的还是连带的 那有的时候你按份连带的 这不对称啊 你在上面写的按份共同担保 连带共同担保都是六个字 你为什么按份的共同担保 前面下个约定的呢 我觉得有必要讲 我刚才已经讲清楚了 这个按份的共同担保 一定是约定的 但是连带共同担保 有可能是约定的 也可能推定的 我刚才讲了 假要你借款一千万 丙丁兄弟俩手挽手着 一起与一千的担保合同 明确约定承担连带责任 那就是约定好的连带 但是我讲的刚才第三句话 你关键要听明白 假象一借款一千万 丙丁项目都不认识 背靠背 不是一起手玩手去 去接着担保合同 背靠背 丙先找了丁 丁提供了这个房屋抵押 担保一千万实现 但是后来银行觉得 亦有未足 炒了炒了吗 丁这个房子 在五线城市的小线城 能值一千万吗 心里打股 所以你说那不行 光有丁的那么抵押不行 还是不能放贷 你必须再提供一份担保 那假没办法 就找了一线城市的表弟丙 是个职业经理人 收入还可以 每年收入几百万 所以你再给我提供保证 丙会提供保证 丙提供保证 并不知道有丁的存在 那丙也没有说自己承担多少 没有承担多少 那毫无疑问 承担一千万吗 那这样的丁承担一千万 丙也承担一千万 不是重叠了两个一千万了吗 那对呀 既然每个人对外都承担一千万 那么对外应该是连带 这是推定的连带 推定 实际上在这里呢 我这个词也不好说 其实我说这个时候 承担连带的有点牵强 就是每个人都有义务 承担全部的责任 好了吧 因为丁当时没有约定 担保份额 那就是推定为承担 全部的一千万 丙也没有约定 担保份额 那又承担一千万 两个一千万 这有所谓的连带功 这个分类有意义 那就这个逻辑好的同志 就发现了 那你要是这样说的话 那约定的二分共同担保 是不是也有这五种类型呢 也可能是约定的 也可能是共同人保 也可能是共同无保 也可能是混合担保 你说对 这也确实有六种五种类型 只不过是我接下来要讲 既然约定了二分共同担保的话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区分是共同人保 共同物保还是混合担保 区分的意义没有 为什么没有 等于已经解释答案 但是呢 在没有约定份额的情况下 没有约定份额的情况下 那么是共同人保 共同物保 还是混合担保 它是有具体的差别 换句话说 我们只有在连带共同担保的时候 才有必要进一步区分五种类型 类型化 在第一种情况下 也客观上存在着五种类型 但是我们不再进一步区分 为什么不再进一步区分 我们看这个例子好 我们说如果甲 向益借款了一百万 很简单吧 一百万 如果甲本人提供了房屋抵押 六十万 房屋抵押 明确担保期中了六十万 而找了另外一个哥们 丙 丙说我承担保证责任 我就承担 我提供抵押 或提供保证一样 我就是明确约定承担四十万 听明白了吗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 将来怎么处理 甲如果到期有钱还钱还钱 把一百万还了 这我啥事都不讨论了 主债务消灭 担保责任也消灭 但如果甲没有能力还钱 不还钱 拒不还钱 你应该怎么不做呢 你应该执行假的财产 加了没有其他财产 就剩下这个房屋 那银行就有权力把这个房屋 拍卖便卖卖 拍卖便卖优先收藏 优先收藏 这个问题来了 那这个房屋一卖卖了六个亿 不好意思 卖了六个亿 那我问你 单就优先收藏的标记来讲 你可不可以拿走一百万呢 不可以 只能拿走 只能拿六十万 你说好了吗 这个房屋抵押 担保的数额值是六十万 你优先收藏的份额就是六十万 多一份都不行 那么优先收藏只能有六十万 那有的人说 那假卖了六个亿 那不是还有钱吗 还可以继续执行 那对呀 那大概拿一点就够了 那问题在于 剩下的这个六个亿 减就六十万之后 那可能假外面还欠了六百个亿呢 所以银行可能就这一点钱 就拿不回来了 是不是 有可能这种情况 有可能这种情况 那么剩下的鱼 可不可以去找饼的 可以啊 拍卖饼的机器可以啊 饼的机器一脉卖了一百万 银行能不能拿走 剩下的这个多少钱呢 你卖一百万也好 卖两百万也好 只能最多拿走四十万 因为饼他明确约定 只承担四十万 那换言之 如果饼提供的不是抵押 而是保证的 你的身价五百个亿 但是人家明确约定 只担保四十万 银行对饼来说 只能要四十万 多一份人也都不认 啊 听明白了 有约定从约定 约定的份额多 就是多少吧 那你说个大白话 对不对 说个大白话 那我再给你讲这个例子 如果说 这个机器能够卖一百万 而这个房屋底下 一分钱不值 一分钱都卖不了 被冲走了 啥都没了 银行拍卖了饼的机器一百万之后 能不能拿走一百万的 不可以 只能拿走四十 所以说这个约定的按份 共同担保 所以共同担保按份的话 井水不犯河水 你承担你的 他承担他的 那你这个还有什么可分析的 因为按照各自的份额 承担责任不就完了 对不对 既然人家比某人约定了 这四十万 说明人家当时的 愿意承担的风险 最多就是四十万 愿意承担的风险 最多就是四十万 多清楚的道理 你说这反而没什么好讲的 那司法事务中也没什么好辩论的 有约定就跟约定就完了 真的需要我们讲的 司法事件复杂的就是 没有约定各自的份额 没有约定各自的份额 三方之间什么关系 我先讲 把外围讲清楚 其实没有约定的话 无非是讲两个问题 以这个为例 假象仪借了十二万 顶顶我三个人都提供的保证 没有约定份额 只需要讲清楚 两个城市的问题 将来假到期付还钱 假没有钱的情况下 以面对丙定物三个人 我们之前要讲清楚 以可不可以要求丙定物 任何一个人承担全部和衣部 以及以挑他们三个人的时候 有没有权利 任意挑选其中的 一个人或几个人承担这 这就是主债权实现的问题 坏得我们把它称为主债权执行的问题 这个问题讲清楚 这是第一个城市的问题 第二个城市的问题要讲清楚 假设说其中的丙一个人承担了十二万 主债权消灭之后 丙可以向假追场 还需要说吗 不需要说 关键是丙还可不可以向其他 另外哥俩追场 其实共同担保就需要讲清楚 这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讲清楚 一切都因人而解 我们实法实践中的问题 就是这两个基本的问题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都是因为这两个问题而延伸出来的 那么好 那么接下来我的讲课的逻辑就是 无论是共同人保也好 是吧 还是共同物保也好 还是混合担保也好 还是最复杂的 既有主债为人物保 有第三人物保 有第三人人保也好 我首先都先把第一个问题讲清楚 就是债权仪如何来行使这个权利 这个问题讲清楚之后 那么我再讲最后的问题 就是担保人之间 相互有没有追场权的问题 有没有追场权的问题 是吧 那么我的逻辑思路就清晰了 好 我们首先回到第一个问题 连带共同保证 就是共同人保 共同人保回到这个提倡 我们就可以把逻辑讲清楚了 假如我还不了钱了 看看丙丁物 虽然都是保证没有约定份额 但是可能丙丁物的身家不一样 物呢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丁的就是一个拿工资吃饭的 工心足 工资还不高 丙呢可能相对富有一些 是个商人 我觉得有时候吧 三个人都是承担的责任 没有约定各自的份额的话 那意味着丙丁物 任何一个人都有义务承担全部责任 既然要求承担全部责任 以要求丙某人承担12万 没毛病啊 所以这个问题 接着我讲第二句话 丙承担了责任之后 他当然可以向假追场 向假追场也没有任何问题 也没有任何问题 先假追场就完了 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丙可不可以向另外哥俩追场 待会我们再讲 这个问题我们留在最后再讲 讲清楚了吧 再看共同物保 同样还是讲这个道理 我们对照一下来讲 我有一句同样的例子 假还是欠了已区区12万 其实12万丙丁物三个人都提供了物保 有奔驰有接纳有吉利 有可能底牙有可能制牙 有可能三个底牙三个制牙 或者两个底牙两个制牙 一个制牙 或者两个制牙一个底牙 有可能一个底牙一个制牙一个流制 总之都是物保 而且没有约定各自的范围 没有约定各自的范围 假倒计不还 已可不可以冲着这个啥来 可以 这个时候已有必要把这三辆车都卖掉吗 我看没必要 已可不可以只选择卖饼的奔驰 我看完全没问题 卖奔驰 那轻松的卖12万以上 那如果卖12万以上 已可不可以拿走饼的奔驰12万 荣誉清场我看没毛病 对不对 没有任何毛病 问题在于 饼承担了12万之后 可谓像假追偿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可以像假追偿 没毛病 对不对 但反过来 可谓像另外哥俩追偿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待会儿再讲 他总之来说 你可以要求饼承担全部责任 然后饼承担责任 再像假追偿 你总能听懂吗 你说饼像假追偿多少 你承担多少追偿多少 你追的承担12万 最多追的12万 你承担10万追偿10万 你承担2万追偿2万 这多简单 还需要我讲吗 那么再来看 共同物保 共同物保讲完了 再看混合担保 混合担保确实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假本人提供了物保 第三人并提供了保证 这就是主债无人物保 和第三人保证并存 对不对 保证并存 还有一种情况是 有可能这个物保 是第三人提供的 就是丁提供的 丁提供了物保 丁提供的 那这种情况下 确实要区分 区分在哪里 我们来看 如果假本人提供了防物抵押 丁又提供了保证 将来假倒就不缓 单就两个担保措施 如何来实现 那么以面对假 主债无人物保 和第三人丁的全部财产 丁找谁 找谁都行 但是问题在于 有没有先后顺序 应该是有的 因为此处的物保 毕竟是主债无人自己亲自提供的 亲自提供 既然是亲自提供的 那么你就应该羊毛先出在羊身上 先拍卖假的地牙物 还不错 一卖卖了十二碗以上 你可以拿走十二碗 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再去找饼 对不对 但如果可疑自卖了八万块钱 你轻松拿走八万块 优先收下 剩下的四万块钱 可不可以来找饼 完全可以 那也就是说 如果是这个物保是第三人提供 是这个主债无人提供 那么债权人 在执行这个 这个担保方式实现的时候 是有先后顺序 那游乐同志问 那你讲这一点 我突然想到 那共同物保有没有先后顺序 你比方说 如果是当时饼也提供了一个抵押的话 饼顶物再提供物保的话 那是不是也要先执行假的抵押物呢 那肯定的 关键国牛后面再统一讲 其实无论是共同物保 还是混合担保 只要是主债无人提供了物保 都应该先执行主债无人的财产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 都应该先执行主债无人提供了担保物 这是没问题 但是这个图我们再来讲 如果这个防务抵押 当然很可惜 我这个图没有标示出来 我们就假设 不是假提供了 而是另外第三人丁提供的 而丁提供的情况下 而丁提供的情况下 那么将来 假还不了钱 以面对丙的保证全部财产 和丁的防务抵押 先执行哪一个 有没有相关下去 没有 因为这个时候的丙丁 都是第三人 都是替人受购的第三人 既然是第三人 在债权乙的面前 那就是地位平等 地位平等的价值还不及钱 那乙 先卖丁的抵押物呢 还是先卖丙的保证呢 还是先执行丙的保证呢 那我告诉你 乙可以任意选择 对我通俗说了 乙有翻牌子的权利 翻牌子知道吧 临性知道吧 想先执行税就先执行税 他先卖丙的全部财产 执行丙的全部财产 能够拿个十二万 OK 如果丙很穷 满购只有两万块钱 可以执行 可供执行 那以这丙身上 得到两万块钱的满足 剩下十万块 再找丁也是可以的 反之亦然 他还可以先拍卖丁的抵押物 先拍卖丁的抵押物 如果丁的抵押物 能够卖十二万 那就OK了 不需要再找饼了吗 如果也只能卖了两万 那你拿走两万 剩下十万块钱 仍然也可以来找饼 对不对 现实生活就是这样 面对人保物保 混合担保 都是地产提供的情况下 债权先找谁 他有翻牌子的权利 任意选择 理论上虽然有任意选择的权利 但在现实生活中 我告诉你 以不会愚蠢的先找丁的 为什么 这就是吃玩的 还是吃锅里的问题 据说新军打仗 有时候士兵吃不饱 大锅饭 三十个人一个队伍 一头锅 那有的人就怎么吃饱了呢 有的人就很有经验 他第一碗盛的时候 他现在少盛一点 盛半碗 哗啦哗啦赶快吃 赶在别人第一碗吃完之前 他再盛第二碗盛得满满的 这样他就比别人多吃 而愚蠢的人呢 他嫌盛第一碗盛得满满的 到时候好像占了便宜 但问题是 当他吃完第一碗的时候 再去咬第二碗的时候 发现锅里一定没了 而聪明的人能吃一碗半 而笨蛋们只能吃一碗 这就是吃到碗里看到锅里 吃到碗里看到锅里 锅里的是公共的 碗里是自己的 应该先吃哪里 其实应该先吃锅里的才对 啥意思 我们前面大给大家交代过 以对于担保物 是详实的优先收藏权 既然假也好 丁也好 给你提供的担保物 那么将来你对丁的 担保物所拍卖的权 你是优先权 早晚都是你的 明白没有 而对丙这不同 丙提供的保证 以对丙的权利 这是普通债权 既然是普通债权 那丙身上可能还有其他债权 如果你不限制行丙的话 有可能你忙着制行丁的话 丁就是你碗里的 你把丁给拍卖了 弄半天 优先收藏不假 但你在说饼的时候 饼一定被别人分完了 别人还会等着你吗 不一定 从法律上来讲 这是具体的操作问题 所以对我们公司的法务 对银行的法务和律师来讲 你得作为寡理顾问 日常法律顾问 你得给债权吃招 真的面对这种情况 先执行第三人的保证 还是先执行第三人的误保 其实是有讲究 对不对 这就是区别 好我们接着再来看 看最复杂的一件情况 既有主债文的 说错了 刚才是有这种情况 我画了图 刚才讲的丁就应该是这种情况 就是甲 相议借了十二万 既有主债文的保证 既有第三人保证 又有第三人的抵押 之押的时候 理论上来说 以对于丙丁又翻牌子的权利 明白了吗 刚才是有这个图 我忘了打到这个图上 明白了吗 在理论上说 以前执行丁的抵押 我还先执行丁的保证 都没有任何问题 都是可以的 但是现实往中 最好的办法 也还是先执行丁的保证责任 再来执行丁的责任 因为你对丁的担保屋的价值 电线的价款向优先去 来看最复杂的情况 最复杂的情况 无非是挤压 又向已借了十二万 既有主债文的物保 又有第三人丁的物保 看到没有 又有这个丁的 保证 那就齐活了 我们都代表了三类人 主债物保 第三人物保 和第三人保证 那么要讲清楚 外围就是以如何实现 之间的债权来讲 四句话讲清楚 第一步 已必须签拍卖假的抵押物 三保物 优先收场 比如把假的汽车卖掉 卖了两万块 优先收场 拿出两万 剩下的十万块钱 第二句话 先执行丁的担保物 还是先执行丙的保证责任 悉听尊丙 一有选择的权利 刚才讲过了吧 不重复 对不对 第三句话 这里的丙也好 丁也好 如果承担了责任 比如先找丙 丙承担了剩余的十万块钱 丙可谓像假最长 没问题 承担多少 最长多少 在十二万一万的范文里 承担多少 最长多少 没问题 第四句话 丙如果想假最长 假没有财产 可供之刑 那么这个时候 丙可不可以向丁最长 反之 如果丁先承担了责任 当然也可以向假最长 但反过来 这个丙可不可以向丙最长 这都是这个悬疑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 关于共同担保来讲 在由于债权如何行使权利 我想我一定讲得倍儿清楚 唯一留在悬疑是 如果有两个以上的第三人担保人的时候 可不可以向后追偿来 关于这个问题 那我跟你讲 我们从90年代的担保法 95年的担保法 到21世纪0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担保法解释 再到07年的误权法 一直没有说清楚 理论上呢 也存在着长期的证明 其实我们两个第三人担保人 到底向后有没有追偿权 从来都是一个谜 在理论上 立法上没有明确的背后 是因为理论要强务正义 有人支持向后追偿 向后追偿 理由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只有向后追偿才能确保公平 第二 如果没有向后追偿了 会延伸出其他的 啼笑皆非的不公平的故事 啥意思呢 还看这个图 如果说 我们就不说了 没有任何财产 面对在12万 12万其实还不算什么 如果12个亿 大家都足够重视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来看 大家来看 如果说以 要求丙承担责任 我们刚才讲 丙是不能拒绝的 其实先不先承担责任 并不是丙最关注的事情 最关注的就在于 丙是有身家的 有钱的很 丁也是有身家的 而且丁提供了这个底药 相当的值钱 那这个时候 丙其实最关注的是 丙率先承担责任 向甲追偿不能的话 他必须向甲追偿 但问题是向甲追偿不能的话 不能向甲追偿的时候 向甲追偿要不到的钱 比如说丙一下子承担了12万 后来向甲追偿 不错要回来2万 还有10万块的 剩了10万块 丙可不可以向丁追偿 就这个问题 那如果不能向丁追偿 会产生什么问题 那我记得讲 会产生不公平 那就意味着 一要找丙 丙就到大门 最终丙承担了这个全部损失 反之一要找丁 丁就到了大门 最终承担了这个损失 那这么很难理解 当时丙也是第三 丁也是第三 丙提供的保证 丁提供的底药 都有责任 那为什么最后追究的时候 就一个人遭殃 另外一个安然无恙 不承担任何责任 对丙来讲 到哪说里去 这公平吗 对不对 怎么你也是担保 我也是担保 最后责任全是我的 你一分钱责任就没有呢 我怎么想不通呢 不公平 对不对 第二 如果说法律真要定这样规则的话 可以当成非常不好的暗示 因为人都是聪明人 假设说这个时候 不能追查 如果乙 就是直接找到了饼的话 说你还我十二万 饼严珠子一赚 直接拿出两万块钱 就送给乙 说兄弟啥都不说了 这钱算我送给你的 啥都不说了 你找丁去 丁有钱 丁是要得到满足就完了 给你就会贿赂乙 我听说很多贿赂 是吧 我们老百姓商人对官员贿赂 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 哪个再无人去贿赂 这全人的 这里就是发生了 听说我两万一百通 你别找我了 你找谁谁倒霉 你自己找丁去 这不是把货水引向了丁了吗 那如果一收出了饼的 这两万块 心里挺高兴的 妈的本来外面欠我十二万 先收两万 将来你还可以向丁 再要十二万 岂不是要到十四万 你岂不美哉 他美好的过程 还在后面没讲完 你一去找丁的时候 丁出手更大方 啪拿出了五万块钱 交给你 啥都不说了兄弟 啥都不说了 这五万块送你的 啥都不说了 你去找别人去 那十二万别让我去要了 不但债务人贿赂赂钱人 而且竞向贿赂 这和二战前夕的英美的绥靖政策有什么区别 当时希特勒德国那么强大 直哪大呢 英美俄是他主要的潜在的对手 三方都不想把货水引到自己身上 都想引到对方身上 竞向讨好 希特勒 大概说 A对希特勒说 你去进攻 B C吧 我给你好处 B C说 你去进攻AB吧 我给你好处 B说 你去进攻AAC吧 我给你好处 这叫水静政策 成何体统 所以 如果说项后的第三人担保人 如果项后没有最长权的话 显然直接观感上来讲 老百姓都不能接受 它会导致一个直接的不公平 明白了吧 这是支持最长权的理由 但是呢 也有人反对最长权 反对的理由 也不是没有道理 道理在哪里呢 第一 从法律上来讲 我们当时确实没有规定最长权 第二 从法令来讲 法令来讲 你并某人承担责任的时候 既然没有约定担保范围 你就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对不对 我看到一定 一定要给大家交代了 每个人 共同担保的 还是每个都没有约定 各自的担保范围 没有约定各自担保范围 你本来就要承担12万的 那最终 你让你承担12万 有什么不公平的呢 你本来就要准备承担12万吗 甚至饼 停留担保楼就不知道后面还有一个钉吗 钉也依然 停留担保楼也不知道 另外还有一个饼 每个人的做好的承担 全部债务 12万的准备 你用这个心理准备 你愿意承担这个风景 那最终 以某人让你承担了这12万 有什么亏的呢 你也不亏 对不对 这是一个有利的理由 第二 饼丁之间相互都不认识 也就是他没有意识的联络 都不认识 怎么能谈到意识联络 那意识的牵连呢 那突然直接让上方 上方 之前能够有一个相互追上权 岂不怪在 如果相互追上权 确实有奇怪的地方 对不对 他们都不认识 怎么会相互追上权的 所以说 比如像崔建远教授所主张的 建远主张 相互没有追上权 也不是没有道理 那就是说 岂不是公说公务力 婆说魁悟力 所以才有这么多年的争论 同时说 那这一次呢 我们民法典的丹保解释 有没有一锤定音的 一锤定音 我们这次的四三教师事情 却是完美的规定 共同担保人的相互追上权 一共讲了三层意识 分为两大类情形 第一 相互原则上有追上权 相互有追上权 相互有追上权的情形 我们讲了三种情形 这三种情形 十三条分别讲的是 一 丙丁亲自约定 他们相互有追上权 这个没说的吧 这个没有任何证义 就是贾相乙 比如说借款十二万 丙丁都是贾乙的好哥们 丙丁也是好哥们 丙丁也相互认识 也是一起于乙签的担保合同 只不过是一个提供的物保 一个提供的人保 也可能都是物保 也可能都是人保 共同担保 我一统一来讲了 不管是共同保障也好 共同物保也好 人保物保的混合担保也好 总之他们相互约定好 任何一个人对外承担责任以后 如果向甲追上不能的部分 都可以相互追上 当然我们这样相互追上的前提 我再强调一下 如果丙现承担的责任之后 必须先向甲追上 就是承担12万 要费2万 还有5万 还有10万 10万块钱 丙丁是可以相互追上的 这是第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 虽然丙丁没有约定相互追上 但是他们签订的是 确实是签订的是 连带共同担保 连带共同担保 明确是连带共同担保 接着连带 我们知道内部是份额 是相互有最大权 连带这些人都是相互有最大权 否则就变成了不真正连带这人的 第三种情况是 既没有约定共同连带 也没有约定相互有最大权 但确实是双方一起签的担保合同 比如说共同保证一起签的 这个时候也相互有最大权 总结一下 有三种情况相互有最大权 一 约定相互有最大权 废话 第二 明确因为连带共同担保 三 在同一份担保书上签字盖上按手印的 你说明白了 在三种情况相互最大权 是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情形 你说对了 我再重复给你讲一遍 共同保证 是相互有最大权 共同保证 就是我刚才讲的 如果是丙 被 你要了12万的话 丙承担了12万 然后相互最长 支架到2万块的话 剩下的10万块 可不一项丁武最长 可以 只要是他们 当初明确约定 相互有最大权 或明确约定为 承担连带共同保证 或是在同一份担保书上 保证书上签字的 都是可以最长 那有的时候共同物保呢 共同物保也一样 那这种情况 如果丙的奔驰被已卖了 拿走12万 丙这项假之要到2万块 剩下的10万块 可不一项丁武最长 可以 没问题 但是要符合三种情形 要么明确约定项目这张权 要么明确约定为 连带共同物保 要么在同一份物保书上签字 这也是可以 第三种情况 那这个图上有没有项目最长权 这个图上没有 这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主在外人提供的物保 如果丙一个人提供了担保之后 丙只能反向的 只能向甲追查 反过来甲要承担的人 不可能向丙追查 这不是笑话吗 好我们讨论第三个图 如果丙和丁 一个提供的人保 一个提供的物保 将来丙承担了12万之后 向甲追查2万 OK 剩下10万块钱 可不向丁追查 可以 反之以来 但前提是 丙定要么约定为 项目为追查权 要么约定为 连带共同担保 要么是在同一份担保书上签字 所以说要签字也可以 一个提供的保证 一个提供的物保 没问题 那最后一种情况 刚刚讲过 如果既有物保 既有主战物保 又第三物保 又第三人人保 也一样 一先执行假的物保 一共卖了2万 还剩下10万 10万找丙 丙承担了10万 丙这样假追查 假义务所有 这个时候丙可不可以向 另外一个担保人 丁追查呢 还是那句话 只要约定为 向会追查权 丙丁 事先约定 只要明确为共同连带保证 连带担保 只要是在同一份担保上签字 相互都是有最大权的 明白了吧 就是担保法解释的这个 四三条这个规则 是用于一切的 只要是两个第三人提供担保的 只要符合那三种情形 都可以向我出现 但是有同事问了 我们讲实物 那追查追查多少呢 追查多少 这就不是法律问题了 这是个事实问题了 如果你要问 我可以回答 我再讲一遍 民方说 丙承担了12万 像假追查还不错 要到了2万 要到2万 剩下10万块钱 假确实没钱了 丙可不可以像丁物 丙丁物追查可以 追查数额到底多少 刚才我讲的 那既然有约定 从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就是各承担三分之一 那就是10万块的损失 的话丙可以像丁要 三分之十万 3.33333万 像丁要物要 那有同事又问 那丙如果没 丁如果没钱 只能要为一万 那只要为一万 没办法 你也只能像物要 3.33333万 那就是说 那物最多 承担3.33333万 那对啊 那丁没那够钱 那你 那你望洋心态 那又说最终不是 比承担更多 那对啊 那为什么承担更多 那要反思一下 你为什么找 你不找他们俩 恐怕你长得肥 你有钱 你有钱 有钱人 有钱人和没钱人 承担年代责任的时候 肯定有钱人 最终有可能吃亏 但这个吃亏 不是法律上 必须吃亏 这是基于现实问题 是不是 能听明白吗 因为每个人 承担责任多少 理论上 他承担三分之一 但他能不能 承担三分之一 还受制于 他的财产的财产 多少呢 这是一个意思 我们再看这个图 再讲一遍 如果饼奔驰卖掉 你拿着十二万 饼向甲追 只要了两万 那么剩下的 可不可以向丁物 十万块钱向丁物追 可以啊 各追多少 那有约定从约定 没有约定的份额 那就是三分之十万买 就是每个人 可以追三点三三三三万买 对啊 但问题在于 如果这个吉利 自卖了一万块钱 一个破吉利 都开了二十万公里 自卖了一万块钱 自卖了一万块钱 这事就麻烦了 那你向丁物追的时候 物只能承担一万块 那只能承担一万块 有的说 那对了 剩下的二点三三万块 还可不可以向物追 不能 为什么不能 即使物 其他财产还多得很 还有两个亿的身价 你也只能从物身上 得到吉利的款项 一万块 为什么 你别忘了 刚才讲过 讲过什么 物保人承担的是有限制 那就是说 最终不是奔驰吃亏了 那你是吃亏了 你承担风险更大 为什么 奔驰的承担风险更大 你说为啥 你自己看看 都是帮朋友 饼价 的忙 为什么人家提供的是吉利 你提供的是奔驰 能者多劳 那你提供奔驰 你就应该风险大一些 要问数额 就这么回事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反过来 我们再看这个图 那如果饼最终称赞了12万 饼像甲追堂要回2万 还有10万块钱 10万块钱 像丁可不可以追上 不合那三种情况可以追上 追上多少 那理论上有约定 没约定就一半一半 真不像丁追了5万不就完了 但你问题在于 丁追了5万 丁提供的是吉利 你吉利一卖的 又卖了1万块 那你也只能向丁 追堂1万块 他最多5万块 但他只卖了1万块 只能1万块 因为物保人 称赞有限责任 就是这个意思 那有的同事说 反过来呢 反过来呢 丁如果先称赞12万呢 奔驰卖掉12万 拿走 拿走 像讲追堂 要回2万 还剩下10万 10万像丁追堂多少 有约定出现 没有约定 没有约定追堂5万吧 只要丁有这个实力 就像可以像丁追堂5万 因为你保证人承担 无限责任 没有 没有价值物所限的 那怎么来说 也就是同样是第三人 实际上最终的结果来讲 保证人承担的风险要大一些 因为承担的本来是个无限责任 这都是一些具体的问题 具体的问题 对于我们具有司法 事务经验的同事来讲 这是一个事实问题 不是个法律问题 我就不需要再多讲了 我们再来看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不能相互追查 不能相互追查 就是被靠背 不能相互追查 实际上说的就是 除了刚才那三种情况 可以相互追查 实际上不能追查 不能追查 啥意思呢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来看这个例子 有可能啊 假象已承担 借款12万的时候 丁丁是被靠背提供担保的 我刚才讲的 可能先找了丁 丁提供了一个底 已不满意 都要说假说 你再提供担保 否则还是不带给你12万 假无奈 只要找了第三人 丁又提供一个保证 而丁丁之间 相互都不知情 甚至都不认识 丁丁背靠背提供担保 彼此之间都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他们为同一个债权提供了担保 那这个时候 如果是像我追查 我刚才讲的 确实比较奇怪 这个时候 那就是爱谁谁 那已找谁承担借 谁就到 你本身当时就有意愿承担全部借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 为什么丁跟当时一起牵制的时候 相互有追查权 我觉得很好理解 你比如我是丙的话 我像我签字 我就知道 我当时提供丹玛 我就知道这个事 不是我一个人倒霉 将来承担风险 还有另外一个兄弟 做垫背的 那么既然我们一起签字 就说明 我心里并没有承担全部责任的意愿 我也没有承担全部责任的准备 我也不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换句话 只因为有丁在 我才愿意提供保证 丁也是这样想的 因为有丙兄弟在 我才提供抵押力 那这个时候 最终确实应该相互有最大权 所以我个人认为 最后人民法院 关于这个担保法解释的 13条的规定 是无可指责的 是无可指责的 规定的是非常非常符合法律 我们争论这么多年 在这过年打成共识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事 好吧 就讲这么多 能不能相互最长的问题 当然还有一个特质 就是我们的14条条 14条规定 他说的如果同一个债务 两个以上的第三人做担保 第三人担保人 但其中一个担保人 受让债权了 那受让债权了 那这个等于 他就相当于承担了担保责任 那这个时候 债权人可不可以 在一 债权的身份 要求其他人承担责任的 那应该是不可以 应该是不可以 当然你承担责任之后 可不可以像其他人 追要份额 这是另外一回事 能不能追要份额 那你就看你具体情况 你符合刚才的三种情况 你仍然可以追查 你是背靠背的 相互担保的话 不可以追查 对不对 就不可以追查 这么一个问题 好我们再来看 第五个问题 担保的几个 其他几个共同问题 第五个问题 一 议定担保物权的 留压 质压 留置条款 所以议定担保物权 说法就两个 一个抵押 一个质压 同时呢 我们这个 让与担保的 非典型担保中 也会有这种 条款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 留压 质压 留置条款 应该存在三种合同中 抵押合同中 质压合同中 以及 抵押合同 质压合同 以及 具有担保功能的 其他非典型担保 也可能存在 这种 情形 这种什么情形呢 那么来讲一下 我们假设 刚才讲的 假像银行 借了12万 假亲自提供的 房屋抵押 房屋抵押的含义 就是它这个价值权 它的本来的含义 就是 那你如果将来 假还不起的话 你银行可以把这个 假的房屋变现 变现的意思就是 有物变成现金 怎么把房子变成现金呢 那方式上 无非是三种情况 一是拍卖 二是变卖 拍卖就是竞争性的购买 三个人上竞卖 竞拍 价高者都低 变卖就是没有三个人竞拍 那么只有一到两个人买 那就是协议式的 卖给谁就是谁 假的房子 卖给饼 卖给丁都可以 卖多少钱 你拿走就完了 第三个情况是折价 折价的含义 就是找不到第三人 没有人愿意接受 买假的这个房子 没有人假的这个房子 为你叫皇帝不及太监金 抵押人 有时候并不着急 我欠你的钱 我可以抵押给你 你卖不掉是你的事 你拿不掉钱 是你的事 这个是债权着急 那银行如何拿到这笔钱 你看到东西不好吃 你看到房屋 你的抵押权有什么意义 实在没有人买 抵押权可以自己买下来 比如假如协商 咱们委托一个鉴定机构 鉴定一下 这个楼房到底支付我钱 我买下来 所以说折价的含义是 事后当事人 双方当事人之间 就抵押人和 抵押权人 或者担保人和 担保物权人之间 签订一份真正的买卖协议 这个价格可能还需要评估 一评估呢 比如这个房子卖 评估13万 那加一签订可能买13万就完 等于假把房子卖给了一些 抵押权人是可以取得 抵押物的所有权的 但方式必须通过买卖合同 那既然股价13万的话 那就等于说 假倩以12万都不需要还这个钱了吗 你再倒过来给假一万块 这就相当于抵押权获得的实行 12万抵消了获得实行 多出一万你退 你还要再给一万 那这个一万显然也仍然在履行 买卖合同中 也有作为买售人的一万 能听明白 那如果折价为11万呢 折价为11万 那也就是等于 有12万中的11万债权 优先获得的实行 那同时假还欠一万块钱 将来假债还就完 但是我必须持续 假仍然欠以的这一万块钱 可是沦落为五担保债权 这就叫折价 我为什么这么重点讲折价 就是要讲清楚 折价和留压不同 所以留压是指 双方单身定义抵押合同 或抵押物变现之前就约定 如果到期 假还不及以银行占12万的话 这个抵押物就自动归以所有 自动哦 凹头哦 凹头了 所以自动 如果抵押物直接归抵押人 所有这个条款就叫留压 民法典410条 如果是质押物就叫留质428条 留压留质条款效率如何 每个国家的规定都不大一样 以德国为代表的规定 老百姓之间规定留压制压 留质无效 但商人之间似乎是允许的 三法典没法典的态度都一样 而我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并不区分民伤势 并不区分民伤势 统一规定 留压留质条款 统统都是无效的 这个我们解释两个问题 为什么法律禁止 物保人和物保权人 约定自动归物保权人所有 它的道理在于 假倩倩这笔钱 如果仅仅因为假倩倩的12万 到期无利的清偿 这个担保物直接归以所有的话 这里的悖论在于 一 通常在现实生活实践中 担保物的价值都高于说 担保的债务数额的 这个大家清楚吧 比方你在某个城市 有价值一千万的房产 你要去担保 去申请贷款的话 银行公开的最多 贷给你七百万 就银行贷款的数额 一般是抵押物价值的七成 为什么你价值一千万 都不贷你一千万 这是因为 你这个债务本身是 本金一千万 将来还要利息 还有违约金 还有损害赔偿金 还有实现债权的费用 还有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 也就是说这个主债务的数额 不可能限于一千万 它可能涨 第二 担保物的价值会不会涨 知道不一定 有可能会涨 涨得更快 也有可能会降 所以银行为了担保自己的债权 最大限制的获得实现 它总是打个折扣 对不对 你确保自己的债权 都能圆满的获得实现 能听明白吧 那也就有的 一般来讲 这个条的价值到期之后 是高于担保的债权数量的 但如果你仅仅因为十二万还不了的话 你把价值二十多万的房屋 自动归以所有了 这不公平对不对 显示公平 这倒在其次 我们知道显示公平 最多在民法上是效率带定的 而不是无销的 不是可测销的 更关键的是在意 假设说 假的这个房屋价值能卖二十万 人家假欠你十二万还不了起 这是真实的 连门债息这次才十三万 如果能卖二十万的话 你拿走十三万优先手 剩下七万块钱 是不是假的其他债权人 你别忘了假身上 可能还有丙丁物 等其他债权人 或者后续位的抵押权人 人家是不是还有机会 这也多余的期望 但如果说流亚 自动归你 第一顺位的抵押权人 以所有的话 那就说明其他人就没机会 这会伤害担保人的 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所以我们不能支持 流亚条款的效率 那有的同志不支持 是不是有这个条款 整个担保合同 整个抵押权都是无效的 那倒不是 我们来看 我们410条明明的规定的是 如果有这样约定的话 常常的这句话 这样的约定就是流亚条款 最后一句话 说只能依法就抵押财产 优先收成 这说明什么意思 我们假设抵押合同 有30个条款 其中第27条规定的是 这么一个流亚条款的话 我们只能说流亚条款 本身无效 能听不懂 流亚条款本身无效 并不影响 抵押合同 其他条款 换句话说 如果是真是到了 债务到期 假不能偿还 区区12万对以的债务 你不能自动取得 这个抵押的房屋收入权 应该怎么办 应该以还回归到 法律规定的变现的方式 你也只能要求 把假的房屋 拍卖变卖或折价 以优先收成 我来讲清楚了 法律并不禁止 你抵押权人取得这个药物 但是你要通过 事后买卖合同的方式 和估价的方式 不平的假 你要自动 就取得 那就叫流牙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不可以 这条路走不通 并不代表着 你没有抵押权 你是有抵押权 那抵押权怎么实现呢 此路不通 走别的路啊 你就回归到 其他的法定的行动 开卖变卖 折价优先收藏 不就忘了吗 那流牙无效 流制也是一样的 这就叫流牙条款 流制条款的效率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比较到 07年的误权法来讲 当年的误权法 直接宣告这个条款无效 现在我们表出更柔和一些 表出为只能 就抵押财产 质押权 优先受查 表现的就更加科学一些 其实他的本意并没有 还是规定为 流牙条款 流制条款本身无效 但是不否认你的 抵押权人 质押权人的 抵押权 质押权的效率 不否认这个抵押权 质押权 其他条款的效率 你还是不想有特权 你和其他的抵押权人 质权人一样 回归到拍卖变卖 折价的方式 实现你的权利就好了 这么一个意思 大家听明白了吧 好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问题 就第三人做担保人的时候 想再为人的追偿权和代为求偿权 这个问题呢 我刚才其实一定讲过了 一定讲过了 我们再回顾一下 第三人提供担保 我们再回顾一下这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 并如果作为保证人 承担责任之后 可不可以向假追偿 完全可以 如果共同物保人 并承担了责任之后 可不可以向假追偿 没有任何问题 再来看这个图 如果是 这个 并承担了责任之后 可不可以向假追偿 没问题 第四个图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并定任何一个人承担责任之后 可不可以向假追偿 没问题 没问题 最后一个图 如果并定任何人承担责任之后 向主任人讲追偿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追偿多少 承担多少 追偿多少 这个都没有问题 我都讲过了 都没有问题 但是需要重点假 我们来看 第三个图 假逼竟承担的是 这么一个 物保人的责任 对不对 提供的底下 而以承担的 并承担的保证 如果因为某种原因 并确实先承担责任之后 向假最长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必须看 假提供的必要防务抵押 当然我刚才讲了 既然主在文提供的防务抵押 原则上来讲 你应该先执行假的抵押 剩下的兵 在承担责任 对不对 但如果某种情况下 以没有合法的 没有先实现这个抵押 而让兵先承担责任的话 将来兵对于假的这个 他毕竟对于提供了抵押 他可不可以取得代位求偿权 代位求偿权的意思就是说 以取代了 兵取代了这个乙的位置 而主张对假不但可以追偿 而且对假的抵押 优先受偿 这么一句 那同样的道理 这个问题上 在这个图上也会存在 如果兵提供的承担了责任 当然可以想假追偿没问题 我刚才讲 如果在符合项目追偿权的情况下 兵也可以向丁物追偿 但是丁物追偿的时候是 普通的债权追偿 还是兵取代了乙的位置 债权的位置 因为当时乙对于丁物 你要知道 享有的 毕竟是担保物权的 如果他取代为求偿权的 或丙项丁物追偿的时候 就拍卖 捷大和吉利的时候 对面拍卖的款项 丙项丁物追偿 是普通债权的 还是有担保物权的 右向受偿权的 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 你考虑过没 那么如果你要能考虑 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来看我国的法律 是怎么固定 是怎么固定 民法典的392条说 第三人提供的 物的担保 债权可以就物的担保 实现债权 也可以请求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 提供担保的第三人 承担担保责任后 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这没问题吧 但是我们再来看700条 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 除当然另有约定外 有权在承担保证人 范围内向债务人追偿 这都没问题吧 我都讲了 只要是第三人 不管是物保人 还是保证人 都可以向债务人追上 但是他接着想了 享有债权人 对债务人的权利 实际上只有债权人 对债务人的权利 意味就有意味着 如果债务人提供的是 有担保物的话 这个代位求偿权 既然强有对债务人的权利 那么显然是可以主张担保物权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担保法的解释 18条又讲了一遍 他说承担了担保责任 或赔偿责任的担保人 这个担保人显然包括了 保证人也包括物保人 说在这期承担责任的范围 向债务人追上的话 刚才讲了 只要是第三人做担保人 无论是物保人还是保证人 都可以向债务人追上 那么法院应当支持 这是废话 接着再讲 同一债权既有债务人提供的物保 又第三人提供的担保 还没有 债务人只能提供的物保 又第三人提供的担保 承担了担保责任 和赔偿责任的第三人 主张行使债权人 对债务人相当担保物权的 应用支持 关键就是这句话 这句话的谈议目 我们刚才所讲的第三个 如果是第三人做担保人 承担了责任之后 不单可以向债务人追上 而且可以行使债权人 对债务人的代位求偿权 如果债权人对债务人 有担保物权的话 他也是可以主张 也是可以主张担保物权的 也是可以主张担保物权的 代位行使担保物权 这个制度呢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 能够掌握 好 还有一个 担保物权登记的第三人名下的 这么一个特殊的情形 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很复杂 有些当时人的操作 不一定很规范 我们法律在出现纠纷的时候 不能责怪当时人 主张权力 行使权力 设定合同不规范 我们法律永远是差屁 永远弃当事人解决所有的问题 大家作为法务工作者 作为律师来讲 那位作为律师 也是见到的案子 无法拔门的 有时候简直令人 配案惊奇 但出现了问题 我们就有点规则来解决 你比方说 现在我们这种情况 当事人将担保物权登记的 他人民家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 或者发生了 可以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的 债券人会去受托人 主张就该财的优先受伤 人民法院能不能支持 换句话说 你张杉欠我的钱 你房屋也好 你债券也好 你股票也好 本来应该抵押给我 你不懂 应该登记在我的名下 但是有时候呢 可能登记在我的名下呢 不管什么原因 没有登记在我的名下 而我们顾永图商定 登记在我的好哥们 王武的名下 但是为什么登记在王武名下 你张杉欠不欠王武的钱 就是因为欠我的钱 这个事情能说得清楚的 但无论因为什么原因 没有方便登记在我的名下 而是委托登记第三人名下 那么这个时候就产生争议 有的人认为这个 那应该登记在我的名下 没有登记在我的名下 他又不欠王武的钱 我们干了这案 那债的重属性 那这个抵押登记有效无效了 有效无效了 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 我们的这个法律的意思是说 只要是这个事实能够证明的话 确实是双方当事人在合议的话 这个担保无钱仍然是有效的 仍然是有效的 不能因为你欠我的钱 没有登记在我的名下 登记在我们委托第三人名下 我就不能主张这个担保无击 这是个灵活的处理方式 好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具有超市超性的方式 依旧还新 依旧还新的问题呢 在我们的金融担保中 金融贷款中特别普遍 张三向银行借了一千万 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借款 是流动资金借款 是短期借款 因为一年 两年 就一年到期了 一年到期之后呢 可能张三还不了 还不了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那有可能银行对张三抱有希望 他这个项目是有期待性 将来会为了前景很好 但他只是还不了 暂时还不了 如果银行一定要让他还的话 那只能打关系 如果还不了 只能形成贷坏账 这未必是双赢之举 那这种情况下呢 往往银行和张三之间会协商这么一个东西 银行再借给张三一千万 再借给一千万 不是一千万加一千万两千万了吗 那是啊 但再借这一千万 银行并不打给张三 而是用于还一年前那个借款 这就叫一心还救 这个打错了 不是要依旧还心 抱歉 一心还救 一心还救 因为很多银行的借款是这样的 他借你一千万呢 你每个月呢 并不需要还本金 你只要还利息就行 因为每个月还个几十万的利息 几万块的利息 每个月还几万块的利息 比如一个月五万块钱 还还还还 你可能头个月六万多 然后每个月都往下降几百块 按键再购 那你还了一年 你可能一年一个月还五万 一年还了六十万利息了 但是你本金你还不了 那利息你结了 银行对你的还利息的能力 还是非常信任的 这个时候再签一个合同 那不就依旧还新了 那等于旧的合 几年前那个借款 一定还了 尤其那个新的借款 新的借款有什么好处呢 现在就又一年啊 那明年才到期啊 这种银行不需要把你列入呆怀战 也不需要对你起诉 而你呢 你获得了借款人张三 获得了苟延残喘之机 等于这个债权继续延续嘛 第二年你再接着还 每个月的利息五万块钱 不就还 不知每个月就还新 一新还旧 说出来 一新还旧这个事呢 是司法实践中 我们金融实验是允许的 但这里面牵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有可能旧的借款 一年前那个借款 并提供了担保 但新的借款 如果并继续提供担保 这也没说 那继续称 但新的债务不就完了 新的债务就一年开始算不就完了 但有可能旧的新的借款 并没有参与 并没有参与 那将来再到一年后 假还不起钱的话 银行就要求并承担责任 并有可能说老子提供的保证 我们后面要讲 保证期间已经过了六个月 我不承担责任 第二个借款跟我没关系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们民法典的 担保解释十六条 就讲了这么几种处理方式 说组合到当事 协议一心还救的 债权如果要求 旧贷的担保人 承担担保责任 人民法院不实施 一心还救 旧贷的担保人 他的债权已经实现了 我们刚刚讲过 债的担保的重属性 既然主债务都消灭了 那担保责任肯定没了 但接着又说了 如果请求新贷的担保人 承担责任 应不应该承担责任 旧贷的担保人肯定免责 这啥都不说 对不对 我承担 第一个借款 我并某人承担 后来我没有参与 你借款 后来第二个借款 也有可能丁提供的担保 那也不是我 我肯定免责了 但问题在于这么一种情况 第一笔借款 一年前的借款 是丙提供的担保 一年后的新借款 是丁提供的担保 那丁提供的担保 那丁提供的担保 过来 那你带给甲 其实甲并没有拿到钱 并拿钱 这个事对丁是不利的 你能不能分析到 为什么不到 你比方说 有哥们张三 向银行借款 我李某为什么敢提供担保 我是这么想 我这个风险不大 因为张三提供担保 他并不是给老娘治病 也不是给儿子 美国留学 支付学费 而是张三实实在在的 干一番事业 比如说他办个养猪厂 他买地 那么也就是张三是有实力的 这一千万 他是投入生产经营的 那即使他将来还不了钱的话 那正是 只是暂时的 执行流动困难 张三毕竟用这个钱 买机器了 买地了 对不对 那将来银行可以 执行他的财产 我承担的责任 的负金很小 因为他毕竟拿到一千万 任何人的资产 都是总资产 等于所有的权益价负债 他毕竟资产还在 所以我的风险很小 但是如果是 张三想银行借这笔钱 我李某承担保 但张三实在并没有拿到这一千万 这一千万是实际上被拿到 他是还救债了 那就意味着 我的风险就加大了嘛 所以大家一定要体会出 对于心债的担保人 他的担心在哪里 他的风险在哪里 好 如果大家能明白这一点的话 那我就接着讲 说如果心就在担保人像同的 你肯定是实 那这是废话 我刚才讲 对不对 一年前的借贷 是我提供担保 一年后的 我继续提供担保 我继续承担证 证明说的吧 第二句话 如果心就在担保人不同的 或者就在没担保 心带有担保的 原来是丙 现在心的是我 原来就没有 心带是我 那这个时候 原则上心带的担保人 也不承担证 就是减轻 心带的担保人的负担 这是基本原则 当然又说了 但如果债权有证据证明 心带的担保人 在提供担保的时候 对一心还救 知情的作案 就是说我 心带我提供担保的时候 虽然原来我没有提供 原来其他人提供的 但是我对这个 一心还救 心知肚明 我还愿意提供担保 那法律还要照顾 我的利益干嘛的 那这个也很好理解 对不对 好再看第二块 还有说了 组合同当事人 协议一心还救 旧的物的担保人 在登记尚未注销的情形下 继续为心带提供担保 在订立新的担保贷款合同之前 又以该担保财产 为其他债权设定担保物权 其他债权人 主张担保物权 优先于心带的 不支持 这啥意思呢 这个我必须描述一个场景 好像我这个PPT中 举了历史 举了历史 你比方说 假签银行九千万 丙来提供抵押 对不对 提供抵押呢 然后又一心还救延展 延展呢 如果丙同意延展 那继续承担责 如果不同意 或一无所事不承担责 最好理解 关键是这种情况 如果丙愿意为心带 继续提供担保 继续提供担保 实际上原则来讲呢 你原来第一个抵押 你有登记吗 你又继续提供担保 你再进行第二次登记 因为原来抵押没注销嘛 第二次登记 但是在那登记的当口 就旧的抵押还没有注销 新的抵押还没有进行 重新登记的时候 中间插了一杠子 这哥们又拿到同一栋房 为另外一个银行 物银行 提供了抵押并登记 明白了吗 又旧的抵押 这去年 比如5月1号抵押登记 那今年的5月3号 你又把这个抵押 给另外一个银行了 然后呢 再过了一星期 5月12号 你又重新给第一个银行 重新设了一个抵押登记 那这个时候就生死了一个问题 就新贷这个抵押 裂后于另外一个银行的抵押登记 但是原来旧贷的抵押登记在前 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 是原来那个银行的抵押权是第一顺位 还是新设的第二家银行的抵押权第一顺位 听不明白这个意思吗 这个呢 我们为了维护一星还救的 特别同一个担保人的 原来银行的利益就规定 原来的银行抵押登记 毕竟没有住息哦 所以它还是处于第一顺位 第二个银行处于第二顺位 这样才方便 一星还救司法金融操作的进行 否则的话 那一一还救的这个 原来这个银行的风险就太大了 对不对 很可能这个第二人在这个当口 给你来这一杠子 那第二个银行如果后来沮丧的话 那第一个银行一一还救的 不就遭殃了吗 那有这么一个风险的话 那就会大大的阻止 一一还救这个金融事件的推行 对不对 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制度 反担保 啥叫反担保 我们今天讲了一上午了 有保证有抵押 有质押留置 有费典有担保 反担保是不是和保证抵押 质押留置像并列给你不是 它不是另外一个保市 它这个反担保是针对第一个担保来讲 我们来看这个图 假象已借了一笔钱 就是一千万 饼呢提供了一个担保 饼可能人保也可能物保 我们都知道讲了一上午了 将来万一假还不及钱 饼将来一旦替假还钱的话 承担担保责任或赔偿责任之后 饼是有权力向假追查的 能听懂吗 饼是有权力向假追查的 那这个时候假已就消失了 已获得了满足了 饼就成了假的债权人 这个你听懂吧 这个时候饼反而成了债权人 饼有可能对假说 老哥啊 你想银行借款兄弟多年了 原来你帮过我 我这次不帮你说不过去 我帮你可以 我跟你提供担保 你从银行得到一千万借款 没问题 但问题是将来 我向你追查能不能要到呢 能不能要到呢 饼是不是提出了一个震荡的关切 是啊 那假一想也是啊 兄弟帮我忙了 不能让人家承担风险 那怎么办呢 那假这个时候 就有可能这样对饼说 好了兄弟 你放心 你向我要 我给你钱 如果要不到钱的话 你放心 我以我家的房子抵押给你 将来你万一 我要不到钱的话 不让你承担任何风险 你拍满我们家的房子好了 都追不了我 你拍满我们家的房子 优先收藏好了 那这个时候 假提供的就是个抵押 指押 为谁提供的 不是为义提供的 而是为饼提供的 其实它是个正常的担保 那么为什么把这个担保 叫反担保呢 为什么叫反担保呢 这是因为 这个担保是真的第一个担保来讲 因为在第一个担保中 饼是担保人 在第二个担保中 饼摇身一变成了被担保人 就是债权人 为了区分第一个饼提供的担保 所以我们把假给饼提供的担保 叫反担保 就这么简单 比如说讲到这里 有一个通知我没听懂 那如果假想以借钱 饼提供担保 否则头呢 假在用自己的房屋 再为饼提供一个抵押 对啊 那如果假由这个房屋抵押的话 那何必当时脱裤是放屁呢 那干嘛麻烦饼呢 那假既然有这个房屋呢 当时直接抵押个椅 不就完事了吗 那何必还多此一举呢 你这个说法呢 有一定道理 但是呢也没道理 没有考虑我们现实生活的复杂性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假反过来为饼提供抵押的情形 大有人在 可能主要存在两种情形 一 假是有房屋抵押 也尝试当时提供银行 银行看不上 说你在积极鹤岗的房子嘛 五线城市 人都在走完了 市区的人口一天天减少 都跑到海南去了 跑到南方去了 不要你的抵押 这个抵押不行 明确告诉你不行 你如果只有这个房子抵押 我不给你带款 所以才炒到饼提供了保证啊 或者饼提供了哈尔滨的房子做抵押呀 听明白了吗 银行是挑费减受的 银行不接受 所以没办法饼才出面 但是饼出面以后 假反过来就饼提供这个房子抵押 饼愿意为什么接受呢 饼没有银行那么一个底气挑肥减受的能力 对饼来说 妈有抵押准备没有抵押好 明白没有 饼你不愿意接受 饼愿意接受 这是一轮进行 第二轮进行 也有可能当时 假并没有这种房子 是因为饼出面提供担保 银行把钱带给假 假拿到这笔钱 后来买的机器房子 先为机后有弹 然后再反过来为饼提供了地价值 听明白了吧 所以 主在为人为担保人提供反担保很正常 好 但讲第二种情况 当然更可能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假想你借款饼提供担保 你愿意帮这个忙 同时对假提出来 哥们我帮你忙 但是我向你追赏不能怎么办 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兄弟丁站出来了 告诉饼说你放心 你放心的给大哥提供担保 过一点时间 我的土地证就下来了 我一旦下来 我立马给你提供反担保 如果你向大哥要不到钱的话 我丁某人提供抵押 你把我的房屋 土地使用权拍卖 又先收拾 或者丁提供一个保证 这也是反担保 由此可见 这个反担保人可以是主债务人 也可以是第四个人 看到了吗 这个只不过区别在人 如果是主债为人的话 他一如既往的只能提供物保 而如果是第四个人的话 他既可以提供物保 也可以提供人保 区别就在这 由于第四个人提供反担保 这种情形更加典型 所以我们将来 接下来讲考点 讲这个知识点 讲我们的难点 讲我们的司法的痛点 我们就不再 讲这个假提供的反担保 就讲第四个人提供反担保好了 那么这个反担保的价值功能在哪里呢 价值功能效率在哪里呢 效率就在于 他是担保 第一个担保人追偿权的实现 而不是担保 债权人的实现 这就涉及到 于反担保的关系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这个 还看这个图来讲 正常的情况下 假如果欠钱到期 假如果能偿还主债务的话 主债务消灭了 我告诉你 一了白了 丙丁都不需要承担财 是不是 丙业不需要承担财 丁当然不需要承担财 能听懂吗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如果假到期还不了钱 丙承担了责任 丙承担了责任之后 丙反过来向假追偿 如果假这个突然有钱了 丙获得了清偿 也没有丁什么责任 第二个例子 你又听懂了吧 第三个例子 假没有钱还钱 丙承担了责任 然后再向假追偿 追偿不能 那最终遭殃了就是丁 丁最终就要承担贫 替假还钱 听明白了吗 第三个例子也听明白了 我再讲第四个例子 第四个例子是 假到期没钱 还不了 以找丙 比如丙提供的是保证 丙没钱 丙现在经营 事业失败 一无所成 一文不明 丙也没钱 换得丙提供的抵押 抵押物 回顺灭食 一文不明 那这个时候丙从丙身上就拿不到钱 从丙身上拿不到钱 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 以能不能要求反担保人 丁对自己承担责任 绝对不可 丁这个时候也没有责任 为什么 反担保人和债权人没有任何关系 反担保人丁是 担保的债权人是丙 而不是乙 乙和丁在这里没有任何关系 能听明白吗 能听明白 对于丁来讲 可能最糟糕的结局是 丙有钱 丙承担责任 而甲没钱 最终招了是丁 你说对 但反之 如果甲也没钱 丙也没钱 这个事就断了 丁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证 幸运 谁倒霉 一倒霉 所以在这个爱意中 我告诉你 要么丁倒霉 要么疑倒霉 并不会倒霉 假如作为在乎者 也没什么倒霉 不倒霉 能听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担保法解释 19条什么意思 他说 担保合同无效 承担了赔偿责任的 担保人按照反担保合同的约定 在承担责任的范围里 要求反担保 承担责任的硬质值 这句话能理解吧 这句话的意思是 即使 假以的组合同无效 或者 以丙的担保合同无效 我前面讲过了 组合同无效 以丙的担保合同 肯定无效 或者组合同有效 以丙的担保合同 因为自身的原因无效 总之 这个时候 丙不需要对你承担担保责任 他有可能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责任也是责任 丙承担了赔偿责任之后 可以向假罪偿 对不对 但如果向假罪偿不能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丙反过来要求 丁 就自己承担的赔偿责任 要求丁承担反担保责任的时候 丁是跑不掉 这就说明 反担保责任担保的 不但是担保人的担保责任 还包括担保人的 赔偿责任 这句话不绕吧 能听懂吧 能听懂 好我们再接着来看 他说 但反担保合同无效的 就是以丙和丁的担保合同无效 按照解释17条处理 17条什么意思 马上就往下就讲到 但他就说 当事人仅以担保合同无效为由 主张反担保无效的 不支持 啥意思 就如果说 再看这个图 以丙之间的担保合同无效 会不会影响担保合同的无效 不影响 反担保合同 和组合同 和担保合同的效率 都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反担保的合同效率是独立的 听明白吗 效率是独立的 我们刚刚讲过了 组合同无效 以丙之间的担保合同 肯定无效 但现在我告诉你 无论组合同无效 还是担保合同无效 都不会导致 反担保无效 这是反担保合同 效率 独立性的一个 突出的体系 担保法解释 明确这一点 有助于 厘清司法事件的 有些法官的糊涂人士 也是非常非常端尖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讲 最后一个大的 大家关注的问题 担保合同无效 什么意思 无效之后又承担什么责任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么我们接着讲 这六个大问题 感谢观看